哈喽 大家好 今天迫不得已在家里面给大家拍一个视频 由于最近重庆的疫情算是比较严重嘛 每天新增四五千 也有很多朋友给我发来的慰问 今天还接到一个我的老顾客 他在问我说你们有没有问题 我说你千万不要担心我们 你关心一下你们平两线在干什么 为什么把国安队都停了 看看马东南 这个助跑非常的奇怪 他忘了球阱吧 金创文会淘汰了北京国 你们不自我检讨一下吗 就开玩笑 其实我们对疫情早就有了充分的准备 倒不是说我们会算 就是在疫情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想好了未来的一些疫情发展 可能会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就是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 怎么讲就是孙子兵法看得多 孙子兵法讲的就是打仗嘛 就是计算 我们将要承受什么 然后我们要获得什么 去计算我们到底这场仗打得值还是不值 就是到天地降法 大概就是个意思嘛 就谢谢大家关心 实际上我还好 这世界上有比我们值得更关心的人或是 我们直接来看我们的眼镜 这两只眼镜 实际上我之前给大家预告过 就是Limber的全球限量200套的眼镜 一套是两只 给我们一起寄过来的呢 还有这两只眼镜的一个展示的样板 一个样板 首先这两只呢外观上面是一模一样的 都放在眼镜盒里面给我们寄过来 因为是从我店里面出的 所以这两只眼镜的镜盒上面都会有人山Optic的一个标识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样子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两只眼镜呢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属于Limber的Strip系列 但是这两个框形在它的常规款里是没有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只眼镜它是上下一个撞色 上面是用的10号色 就是泰的本色 下面是一个U9就是一个黑色 这两只眼镜呢 刚才我自己试带了一下 它的前框的尺寸是比较大的 主要是在这个拆减量这个位置 它的镜圈宽度是46 中凉宽度是23 进腿长度要35 很多客人可能会觉得啊 这只眼镜就是很小 其实它是不小的啊 我以我脸上这只眼镜为例 我这一只是49的偏宽 这一只还小一点 但是实际上刚才我比了一下 我自己的眼镜比这一只特别款 要窄很多啊 窄出了这么一个妆头的位置 所以刚才我戴上这一只的时候 我感觉到它确实是非常大 我是能戴的没有问题 只是说我觉得它的前框是大的 它可以适配更多人的脸型 我给大家戴上上脸试带一下 戴上这只眼镜呢 首先有几个感觉 这是一个欧版的眼镜 为什么呢 你看我笑起来之后 就卡脸了 如果您的鼻梁很高的情况下 我们就不讲了 如果您的鼻梁和我差不多 或者比我还要稍微矮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亚洲人其实大部分的鼻梁都是比较矮的啊 那么第一个我们会把这个眼镜的倾斜角啊 跟它调垂直一些第二点呢 我们会把鼻拖再进行一下调整 所以这只眼镜需要根据不同人的脸型进行一些调整 至少说这一只眼镜在Limber其他款式里面 我觉得它的前行角是相对对我们亚洲人不太友好的 这一只眼镜它的镜片 现在这话是没有做度数的 就是Limber的原装寸片 可以看到它的寸片也做得很厚 如果您的度数比较低的情况下是需要加厚的 一定需要加厚的 因为它是开槽牵进去 如果您的度数特别高 已经高过了900度1000度 做这一只的话可能边缘会有点厚 如果能接受就OK 这一只眼镜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裁减量是非常大的 就是两边伸出来的距离很大 这种设计其实对于度数稍微高一点的客人是比较友好的 因为它既照顾到了我们的同聚异性量 又照顾到了我们的脸型 我们亚洲人的颧骨以及我们的太阳穴 都是偏古的 这两只眼镜还有特别的地方就是上面的刻字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在这个位置 Limber还有写到Special Edison 就是特别版 而且每一只有编号 这一只是105号 另外一只是106号 号码还不错 号码还不错 这一套两只可以分开买 除了它的编号不一样以外 其他是一模一样的 颜色没有办法更改 你们看到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 屏幕前的观众如果有对它们感兴趣的可以咨询我 最后给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的问题 通常找我买的客人都知道我这里有一点点小折扣 这两只是没有折扣的 官方已经跟我明确要求不需我们打折 一分钱都不能打折 所以就没有办法 有对它感兴趣的屏幕前的观众老爷们 可以跟我联系 就是私信我一下 然后我给你讲它的一些具体参数 你是否适配 然后我都可以帮你们进行参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里是龙叔甲乙 买高端眼镜找龙叔 品牌机缘见我多 拜拜